美麗傳承擺脫家應之聲 外面追上來夏威夷 還在後面中了大頭 最後一百米美麗傳承接先 夏威夷逐步咬上來 後面還有家應之聲 接近終點 董事盃的得主夏威夷跑第二名 大家好 剛才那個片段就是上次馬王輸了給夏威夷 那我就覺得馬王可能真的老了 就沒有以前那個輝王成績出來 但是這次明天又跑G1 美麗傳承又出來了 這次是1400 那他隔夜的 我現在看到的賠率是2.1 理論上這隻馬的賠率 應該就是再熱些 那看起來 可能太早了 那明天才知道 那應該來說就是1.6 1.7 但是呢 這場呢 我就覺得2號那個爭分奪廟 有機會可以贏到他的 但是呢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了 因為呢 你反正那句 美麗傳承 10.4應該就是幾好的 那麼就 爭分奪廟呢 就好像1200就會比好 一點 但是 跑馬A過的時候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有點意外 那我就覺得 爭分奪廟呢 就有機會 還有現在臨時看的賠率有3.2 所以後馬步我就選了《美麗傳承》 就是第七後馬步和《振昏斷秒》 就是頭馬肯定就來自這兩隻了 機會率是很大的了 那尾關我就選了莫雷拉奇那一隻 莫雷拉奇那一隻就是沈澤城馬步 沈澤城馬步那一隻就是恆星霧 但是它就是大熱 熱一般的 如果《美麗傳承》搭這口馬步的話 就沒有錢分的了 大概是四十五五十塊左右 就是中賭到 但是我就想搏一搏 就是《美麗傳承》如果輸的話 給莫雷拉奇那一隻 就是爭分奪秒如果贏得的話 它就有三倍多 那如果有三倍多的話 如果是《美麗傳承》輸的話 那這口馬步就比較好分的 那你可能估計射下去下面 也有八九十塊左右 OK 那我再選了一隻 那一隻就是 第八個牆那個就是 另外一隻就是一拍即合 就是潘斗騎的 那這隻馬呢 應該都有實力的了 就是唯一一樣東西就是重磅 但是它也是一檔 那如果是省位 你應該來個幾好劇的 那但是最怕就是 臨美衝刺那時候 沒有坐Box的話 都很大機會贏 如果這樣說 如果這樣說 如果說 這口馬步如果出的話 就回答美麗傳承 那就又會好分些 那如果說 美麗傳承輸了 而是 莫雷拉那隻 真分段秒贏的話 再回答 潘斗那個口呢 那就好分的了 那我就說到這裏了 祝大家好運 謝謝